如果是按照美国的华尔街的交易员 他们的意见调查来看的话 确实是有可能9月以后通膨才会下来 这个时候全世界的股市也才能够回稳 可是有一个先决条件 美国的经济景气不能跟着通膨一起下来 如果美国的经济景气跟着通膨一起下来的话 那糟糕了 因为通膨下降的幅度 不会比GDP大降的幅度来得大 虽然通膨下来了 可是美国的经济景气也掉下去 还是停滞性通膨 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谈 其实还是要看美国叔叔的脸 是美国股市他们到底能不能够上涨 美元能不能够回贬 因为呢外资的动向 会不会继续的在台湾卖股票 或者是呢他们会不会开始回流呢 唯有这两个条件都达成 外资才会回来台湾股市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美国会发生通膨的危机 从刚开始没有人相信 到现在大家都在比赛 直接看的更差 至于说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预估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美国通货膨胀会到最严重的程度 因为呢5月份呢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年增率已经到了8.6% 再创了40年来的新高 所以呢 美国的股市呢出现崩跌的走势 美元呢出现一个强谈的走势 美债的10年期公债的殖利率呢 也超过了3% 甚至于一度达到3.45%左右 这些情况什么时候能够终止 也就是呢 我们台湾股市呢 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开始呢展开一个反弹 甚至于回升的走势 我现在这边下个结论 不管是美国股市 或者是台湾的股市 要展开一个回升的走势 再创历史的新高 机会真的很渺茫 至于说要反弹呢 随时都有机会 从NESA指数来看就知道了 从最高点一直到呢 6月20号附近为止 回挡的幅度呢 已经接近35%了 按照黄金切割率来算的话呢 它回挡了大概38.2% 就是0.382%的黄金切割率的这个位置 就应该有止跌的机会了 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呢 我们认为说是有机会的 可是呢要展开回升 或者是呢继续的再探底呢 那我们就要看通膨的演变了 按照华尔街的这些交易员 他们的看法是认为说 通膨的最高峰 大概会是在8月左右看到 然后呢开始往下走 我是认为说了 联准会他现在单纯按照回收资金的速度 跟幅度来讲的话 我不反对这种看法 可是呢考量别的因素的话 那就不一定了 这一次的通膨 不是因为钱太多而已 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攻击端的问题 就是之前的塞港塞船 所以大家手上拿不到货 我想要买的东西买不到 就像汽车 美国的汽车没有新车上市 最主要问题是缺乏晶片 造成了很多的电子产品价格上涨 那怎么办呢 那我知道去买二手车 就大家都跑去买二手车 就二手车的价格比新车还贵 在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计算里面 二手车的价格也算是其中之一 那油价呢 本来就已经在涨 因为当时呢 不管是OPEC 或者是俄罗斯 都不愿意增产 好不容易有一次赚钱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增产 所以呢 这价格就涨 等到呢 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呢 哇 事情演变得更严重了 油价呢 就一飞冲天 然后呢 黄小玉 粮食的价格也开始大涨 全世界的物资都开始涨价 那美国是更严重 美国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七次战里面 他们之所以能够呢 维持一个经济高成长 然后低通膨的 这么好的一个情况 最主要原因就在说 亚洲的新兴国家 提供了非常多的 物美价廉的产品给美国 所以呢 他们就能够享受低通膨 经济景气是高度成长的这种情况 当初呢 川普就讲说 哇 我们的美国呢 都被这些亚洲国家呢 占尽便宜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惩罚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关税 大美国主义的美国人听到 哇 感觉非常良好 结果呢 到最后谁被惩罚到了 美国人被惩罚到了 拜登知不知道这回事 知道啊 可是呢 他为什么迟迟不肯调降 中国大陆进口的关税呢 因为要其中选举 现在呢 拜登的声望低到一塌糊涂 如果呢 他在调降了中国大陆进口关税的话 是不是又给中国大陆呢 又占了美国人的便宜 拜登担心这些选民会非常的不爽 可是呢 我们必须要在这边讲 调降中国大陆进口关税 才是呢 真正的 能够呢 压抑美国通膨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 因为油价的上涨 也是造成了美国通膨的最主要因素 所以呢 在7月13号到15号 拜登要去沙奥地阿拉伯拜访王储 其实我认为啦 就过去刚刚道歉嘛 因为呢 前两年 有一位沙奥地阿拉伯的记者被暗杀掉 当时呢 拜登就讲说 这个阴谋都是王储在背后手使的 哇 当然很神奇啊 过去两年 美国人讲什么我都不理 如果呢 这一次呢 拜登呢 拜访沙奥地阿拉伯 确实得到了增加石油的产量 然后降低石油的价格的话 对于通膨的压抑 当然会有一些效果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 如果能在7、8月战争停止 那黄小玉的价格就会下来 油价呢 当然也有机会下来 部分的通膨就会下来 再加上我刚刚讲 如果美国呢 能够呢 在第三季呢 就把中国大陆进口关税 也降下来的话 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会掉下来 美国股市就能够上涨 美元就有机会回变 我是认为了 除非我刚刚讲的几个因素 都成立了 那么攻击端 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大概就解决了一大半 甚至于呢 四分之三了 再由呢 回收资金来压抑这个通膨 如果说 滴妹的用收缩资金压抑这次通膨的话 我是认为啊 股市的回档 恐怕呢 没完没了 因为这一次的多头行情 走了多久 走了13年 理论上来讲 回档整理 要回档多久 13年的三分之一 大家走四年 今年是第一年 如果美国呢 能够想办法 把攻击端的问题都解决的话 可以不用三年 到了今年年底 就可以解决了 可惜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 一切都是以政治为考量 如果说呢 他们真的拖了三四年 才把通膨的问题解决的话 全员股市都一样 也要沉沦个两三年吧 还有机会呢 指别开始呢 展开一个回升的走势 当然我讲的呢 两三年或三四年 或是表示它就一路下跌 中间一定会有反弹 甚至会有很强力的反弹 即使是呢 1929年 美国的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也有出现过非常强力的反弹 像是公元2000年的网络泡沫化 那些指数跌了三年 可是那中间也有很强力的反弹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 7月份能够出现一个比较强力的反弹 因为7月份 会是一个多空拼斗 非常剧烈的一个月 为什么会多空拼斗 非常的剧烈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来讲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留言 百分之留言 那我们会尽快的回答给大家 拜拜 中天财经频道 与钱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 荷包不缩水 台股 美股 ETM 基金 外币 黄金 虚拟货币 还有头险 如何投资理财 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 每周二如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婷和您与钱同行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PATRO四轮驱动 真的 就算是这么湿滑的路面 400D 51公斤的流力 开起来其实真的没在怕的 最热门的新车场先 没有再客气了 它真的就直接甩尾了 踩在那边 它直接进入甩尾模式 再踩 很灵敏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真的拉起来不费力的 这边 哇 超级深的制度空间 它的真正微净呢 是真正特别的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全都十二点 猪猪哥来辆车 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小玲 全球政经珠报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